大师兄 大师兄 大师兄姐怎么样了 没找到 二师弟的情况怎么样了 二师兄疲劳过度 体力不支 不过已经醒过来了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大师兄 爹大师兄 师父找到了吗 没有整个树林都找遍了 连师父的影子都没见 大师兄咱们啥时候下山 你先回来先休息 娟子 你陪我进那城 活的一件事死的一件事 大师兄 好消息 刚才有兄弟来报 说山下来的几个人是送男师父的 慢点 大师兄 大师兄 师父回来了 这位是江老板 是你 在下江一鸿 吉祥药店的老板 我把黎一山 黎老先生带回来了 师父 师父 好 路上一路颠簸 黎老先生 暂时昏迷过去了 我检查过了 没有生命危险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位恩公 咱们里边请 嗯 走吧 一 二 三 四 君子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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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醒了吗 君子师姐 我们能不能去看看师父呀 我想见他 师父呀 还在昏迷当中 等师父伤好了 师姐答应你们 一定带你们去见他 好吗 好的 好了 验工去吧 二师兄 二师兄 起来喝点粥了 就在 外面吵什么呢 师父回来了 啊 师父回来了 是啊 那我得去看看师父去 来 你慢点啊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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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家 先生的伤养 养好了以后 再送他回来 可是他执意要回来 江先生 救命职人当 永泉相报 山寨里的东西需要什么 您随便去 你客气了 我代表山寨里的老少爷们 感谢您 二师兄 伤未全运 你怎么来的 我没事 师兄 我听说师父回来了 这位就是救师父回来的恩人 在下江一红 多谢江老板救命之恩 二师弟 江老板药店还有事情 你也身体未愈 回头咱们再转声拜谢江老板吧 告辞了 留步 请 告辞 老江 陈生 事情办得还顺利吧 交通员的事您都问了吗 没问 咋不问一问呢 现在不是时候啊 咋还不是时候 咱救他一命呢 李老爷子现在是草木结病 他对我又不是很熟 我不问倒还好 问了他还不一定会说 弄不好啊 他对我还会有什么想法呢 你说呢 大师兄 咱们这次一定要查清楚 师父的死因 师父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冲人是很多 但谁有这个胆子 敢对师父下毒手 这一定是小日本之事干的 兄弟们 我现在有下山 必须我报仇 跟我走 报仇 站住 没我的话 谁都不能去 大师兄 于是这个时候 大家越不能乱 敌人就等着看我们前 自乱阵脚 师父 你放心 要不让弟子知道 是真害了你 我一定把他揪出来 打些八块 为你保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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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干的 谁干的 你心里最久 大师兄 男子汉敢做敢当 老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把匕首制服你的 匕首是我的 他绝对不是我杀的 大师兄 量子队你忠心耿耿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你说什么呢 我刘一鸣 行的端做到这儿 我怎么可以干出这种 畜生不若的事来 再说 我为什么要杀量子 你贪念战主之位 且把师傅杀了 然后量子反对你 又把量子杀了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反对你 要统统把我杀掉 你们师傅都不相信我 好 人在做偏在看 我刘一鸣发誓 我一定找到凶手 替师傅和量子报仇 等找到凶手后 我马上离开军律寨 绝不贪赖 站住这个位置 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让量子安静一会儿吧 反正 我相信大师兄 江先生来了 说来祭拜债主 我 文工来了 这个事情稍后再说 就 你 找到凶手 你 得到凶手 才是 一个人 一个人 她 你 张介 得到凶手 来 李霞 王先生 你爹出事了 我爹出什么事了 李先生 被人救给山寨 没想到在山寨 被人杀了 爹 孩子 我要回去去救我爹 你等等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感谢江寨前来祭拜 李老先生一带萧雄 我前来祭拜是应该的 萧雄 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当讲不当讲 哦 你说吧 霞妹现在下落不明 我师父也是为救霞妹 才遭死劫难 我现在急切想查清 霞妹的下落 您在城里经营买卖 消息一定比我灵通 李霞这事情 我早就听说了 这几天 我也安排了人到处去寻找 到现在 一点消息都没有 无论如何 我要找到霞妹 让师父在天之灵 得以安慰 我非常敬 李老先生的为人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尽管说 我打算亲自进城一趟 查个究竟 这些年都是老二住外 我住内 对县城不熟悉 在城里 姜兄可否给带个路 没问题 多谢姜兄 请 对县城不熟悉 快点 快 王先生 快点 到了 快 快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你 лет hey 我替你在这儿守灵 我要替我爹守灵 我要守着他 二弟兄 你告诉我我爹是怎么死的 你告诉我 大师兄呢 大师兄 跟暗国一起下山去找你了 师妹 当我至极 咱们赶紧写个新寨主出来 山寨不可一日无助啊 师妹 你说呢 我们都听你的 还是等大师兄回来再说吧 亮子去哪儿了 师妹 你这几天不在山里 山这里发生了好多事情 有点晚了 我队子去哪儿了 我队子去哪儿了 你还是要看我的